基本上他给我的感觉他是 fearless 的 什么都不怕的 对付 冲棍的这样一个情形 他就去 lead 整个 family 那么当时的他 当然以前的他也是一个很 friendly 的人 对朋友真的是一流 做到 110 分左右 这我们很小嘛 我们也很怕 不明白 对 因为他很重手 他一来他就是可能会拳打击手 你就会偶从手 所以我就会觉得 哇 怎么我爸爸是这样的 这样暴力 然后他突然间 他做轮椅了 我不懂他怎样站了出来 他站起来 他站了出来 那怕什么 我们又不是没有穷过 倒不如不是从头来过 我心想 哇 这个人做轮椅都比我还要勇敢 我们四肢健全 我们还要怕什么 我曾经也以为我不是很爱我爸爸的 我以为我对他受了 鸣子